哪有人喜歡自己擔正的作品變炮灰 最近有傳下週一啟播的無線劇《黃金有罪》 《領銜主演》的張兆輝 對新劇安排起一月的炮灰期播放非常之不滿 傳聞他只會為這套劇出席一次大型宣傳 實行呼險了事 為什麼一月是炮灰期? 原來這些月份推出的劇作 距離台慶頒獎禮時間極遠 肯定不可以將熱潮延續 最終一定是一無所獲 有消息人士說《黃金有罪》變炮灰 是涉及公司的內部權鬥 原來珍麗珍珍姐被無線管理層打壓 所以手頭上兩部負責的劇集《黃金有罪》和《殺手》 都被安排在炮灰期播出 據聞張兆輝在《黃金有罪》裡 角色亦精亦邪 甚有發揮 如今爭掌無望 輝哥心灰意難都不足為期